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股票都在低档 你不要做错方向 不要追高杀低 你看今天 你看这两股票的创意 你就觉得很好玩 那个空单被嘎死了 对不对 那个空单 被投信了 投信了 这样子好了 投信本来认赔完了 本来都卖光光了 认赔了 这波跌下来 投信也认赔了 对不对 后来也卖 不好他也卖 卖在这边卖 后来他觉得不对 进来了 我说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创意 对不对 我一直跟你讲 你看这个空单 这空单这样子 虽然不多啦 本来从一百多张 变成一百九 变三百三 变三百七 变四百七 变五百四 变六百多 变六百九 七百五 到昨天为止应该九百多张 前天嘛 前天九百多张的空单 很多人 很多人 这边都想去放空股票 然后呢 看到股价涨高了 就不爽 尤其看到什么创意 什么元泰 甚至什么1560 中砂 对不对 你看这空单 有没有 四百多张 不多啦 前天 然后呢 昨天变七百多张 前天 昨天变九百多张 对不对 就去空嘛 那今天被嘎到掌停板 创历史新嘎 创意也是嘛 今天龙俊最后一天回补嘛 然后都补在五百多块 你三百多空被嘎在五百多块 你快赔一倍 老师 这个行情 跌了两千多点 你放空赔钱 而且快赔一倍 算了算了没办法 你要乱搞 我常讲其实股票市场是这样 涨涨跌跌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它不会改变 就是说产业不会改变嘛 就说你说恶物的战争也好 疫情也好 联准会升息也好 但是我想电动车大家还是 未来还是趋势啊 对不对 电动车可能会越来越便宜 也会越来越普及 那这个换车潮绝对会持续嘛 我想现在一年全世界产电动车 大概年产量不到一千万辆 五六百万辆 大概 但是一年全球的汽车的销售量 大概有八九千万辆 有八九千万辆 所以你说这个成长性有多高 光是汽车 电动车的成长性 对不对 这可能还有五倍以上的空间 那我常讲一台车这么的大台 对不对 比我们的人还大 这么的大台 也比手机大那么多 手机这么小 对不对 那这么大台的车子 它要用多少的电子零件啊 你自己去想想看 光是PCB就要八倍 PCB就要八倍 D-REM也好 Nor Flash Name Flash 控制的晶片啊 然后一些共IGBT啦 MOSFI啦 对不对 等等的电池的模组啊 线啊 相关的扣件啊 甚至连触控的面板啊 这些都要多少的 电子零件 所以你说真的 很多的外资 尤其是大摩 每次都跟你讲 手机不好 电脑不好 这废话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把股票杀在低点 他希望你也把股票杀在低点 每次你被吓到 被杀在低点 到后来你都奥死了 对不对 我常讲其实 但是真的 你要有这个观念 那你就不会注成大错 那再来呢 对不对 你要懂得产业嘛 就像说昨天 大家说NVIDIA 然後營收衰退物 那我也告诉你 我说 他已经跌了四十几%了 你要他跌到哪里去 对不对 他从今年 他从高点 去年的高点 跌到昨天的低点 也跌了43%了 他营收也只是 不如预期 大概一两亿美金而已 好像是这样吧 对不对 衰退明显 媒体都是这样 这个斗大的标题 他已经跌四十几%了 你要他跌到哪里去 然后有人就说 昨天台积电跌 大盘大跌 也是因为在美国商务部长 晶片制造 牵涉国安 不能全靠台湾 当然 讲的都对 但是你们美国能做得出来吗 我想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跟你讲 你美国是做得出来 Intel的技术能力不错 我们承认了 Intel跟台积电各散盛产 我们承认了 但是你有那么多工程师吗 你厂盖好要多久 现在设备也交不太出来 你厂盖好要多久 你的制造成本多高 对不对 就像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每天都喊 我们要做半导体 我们要做半导体 半导体 中国大陆半导体 要全力的发展 发展到现在倒了很多家 我一个同学 从南亚科出来 对不对 这几年从大陆的沈阳 武汉到福建 就是那个联电 有一个合建 有一个金钱厂在那边 他到处跑 到处帮忙大陆设厂规划 但是这几年他也说 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大陆有钱也有人 但是做不出来 没办法 半导体不是开那种 对不对 手摇饮料 卖手摇饮料 也不是卖蚝蚝蚝蚝蚝蚝蚝 对不对 也不是做汽车的 半导体 到现在的半导体是越来越难 那不懂的人 天天就在那边 划修划修划修 你们美国自己做好了 不可能 对不对 你还是要靠台积电 没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 但是我想我不厌其烦的告诉你很多真正产业的现实面 对不对 就像三星花那么多钱 你的良率在哪里 对不对 你的制造的速率在哪里 半导体不只是有良率 还有速率 是不是 为什么台积电人家捧的钱给他 那第三代半导体 为什么说会越来越重要 也是这样 得以英非林加大推展的力道 因为这个运用越来越多 那现在慢慢的也是成本降下来 虽然说成本降下来 但是也是贵 很多东西你只要够清楚 你大方向不会迷失 你不会追高杀低 今天的大涨 你会很开心 那当然放空的 我们就祝福他们 真的祝福他们 这个被捕到最高点 这个空中杀的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创历史新高 你说真的我找的股票真的都不错 你看台新科也是创历史新高 最高多少 53.9 他是不是历史新高 我怎么说小精彩也很厉害 有没有 他创历史新高 上市以来新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对不对 很太深有没有机会 对不对 你说这个6531的爱普 3661是比较贵的 我觉得爱普做的东西也不错 做的东西也不错 所以其实股票是这样 你要做新的东西 新的产业 别人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你说台新科 能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就跟中沙一样嘛 那时候我七十几块的时候告诉你什么 我说我去问我的同学 因为我们班第一名的 这个同学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那天他没来 那天他没来 真的很认真的一个人 然后中沙呢 你知道吗 中沙出钱给他去英国读博士 出钱给他去英国读博士 他本来是厂长 真的材料博士很难 也很厉害 因为你到了半脑体 更高阶就是要材料 那好像他小老板 中沙现在换小老板 对不对 那他也是被升官 应该是协理或副总 所以他现在就是social的 都爱打高尔夫球的 那时候去年嘛 我问他你行李不错嘛 对不对 他说好不好 他说不错 那时候我就问他嘛 为什么再生经元 半导体要用再生经元会增加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东西我不懂啊 我相信也没有人懂 对不对 你说每个分析师都看K线 看报纸的 他们哪懂啊 我正好 我这些同学都是在业界嘛 那都很多都高 都是几乎都高层的啦 那真的都可以问得到 他就说生意不错嘛 他说真的 这不错啦 真的这个老板也很厉害啦 那你说这支呢 当然后面还有东西啦 那真的 那这个呢 对不对 他的母公司嘛 六五七的细格嘛 我一个同学就在细格嘛 那我想 两个礼拜前 我也问我那个同学 我说 诶 我正好想到 财新科如何 我说 里面的员工都蛮优秀的 我想我也告诉我的会员 对不对 小精彩嘛 不错啦 还可以啦 获利也棒 营收成长也棒 股价也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所以 做股票你还是要懂产业 不要以为用个K线用个什么 就能做股票 没有这么简单啊 一个产业一个筹码面 有些股票会洗啊 对不对 也有些很多隔日冲 这样有些股票你今天大涨 他反而不涨 但是你说他不好吗 也不一定啦 对不对 每个阻力想的不一样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每个阻力想的不一样 他们 做股票每个大户 大股东也好 大户也好 对不对 他们都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他们把筹码吃干净了 那业绩开始要发酵了 他们就开始边吃边拉 边吃边拉 对不对 等到业绩爆发了 新闻就出来了 法人就进来了 帮忙抬降 都是这样啦 所以你要买在小时候 我常讲说你要买在小时候 但没有人讲的时候 很好买也很便宜 那你现在要买台新科 你就只能创历史新高啦 我十几块去买 对不对 你现在去买中砂 很多老师也都在讲中砂 我知道啊 都买120、130的嘛 你买120、130你要干嘛 我讲难听一点啦 你买120、130是要干嘛 万一它跌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股票是这样啦 看你自己选择啦 你要买在低档 你还是要买在高档 你要买在高档 看报纸去买就好了 对不对 不难嘛 做错了你自己停损就好了 也很简单啦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 但是你说 小时候的股票 有时候可能你要等一点时间 但是它凶起来的时候 凶起来的时候绝对是很凶 很凶很凶 就像说 对不对 你说小汉磊 汉磊第二 这些都一样 然后呢 新生力第二也是一样 都是 这些都是小时候的股票 那 未来的路 未来的空间还很大 那我当然希望你跟着我做 我当然希望你跟着我做 对不对 你说汉磊第二 股价跌那么深了 但是这是未来的主流产业 是不是 法人的目标三倍 你相不相信吗 我们就来看嘛 对不对 新生力先喷出了 就算了 这段子每个都在讲新生力 听了就有点烦了啦 反正股价都喷出了 对不对 都喷出了嘛 小精彩也创历史新高了 就算了嘛 是不是 五月中 你没跟上就算了 那 接下来呢 小汉磊 我说你 汉磊是不错啦 筹码也不错啦 公司也很有企图心啦 但是 小汉磊的倍数利润比较大 而且技术能力比汉磊更好 最重要是他做的东西 他真的技术能力好 因为你要买 当然 你有汉磊的 我会建议啦 你换一些到小汉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些汉磊买大概150、160 对不对 或者130的 我会建议你上来换一些小汉磊 你一定能够 怎么讲比较快 反败为胜 甚至赚更多钱 我想我告诉你的 不会错的 我告诉你的公司 我绝对很 对不对 我能问到最真实的基本命 像我这些同学 我的同学不会骗我嘛 对不对 我想很简单嘛 我那么多同学 那么多朋友 台积电影那么多朋友 对不对 我也不用花钱 人家会跟我讲 最真实的产业的讯息 我说实在话嘛 对不对 你报纸有时候都是唬烂的 有时候报纸出来 都是吹牛嘛 就像说去年有一张股票标得很凶 结果我同学呢 有一天就赖我 我同学有一天就赖我 因为他在那家公司 他说我们公司都做不出来 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 去年那张股票标很凶 很多老师在讲 一百多块 今年也跌死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你如果买到那种股票了 你翻不了身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真的啦 你要买就是买低档 真正的好的公司 有实力有技术能力 这个起来你才能够翻身嘛 你才能赚大钱嘛 那如果创历史新高是三倍 创历史新高是三倍 我们都要加油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呢 这个也很有趣 我会跟你讲 但是现在很便宜啦 但是你看这支是多少钱 这支是一百多块 新胜利第二是三十几块 你说你要一百多块的 还是三十几块的 自己决定 对不对 这支一百多块 这支也不错啦 我具体我是觉得也不错啦 但是新胜利第二呢 对不对 三十几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光是比较它就有 那么大的空间 光是未来的成长性 未来的益助的能力 未来的机会的能力 对不对 这支一百六十几 新胜利第二才三十几 你要哪一支 对于选择 所以其实 国标是这样啦 命都是 路都是自己选的 这样说 你说合一 真的 比较辛苦 因为时间的拖延 但是你说它结束了吗 没有啊 六月份才是真正的大戏嘛 对不对 六月份接下来都是 美国的衣材 FB825的路障 钻石生计也要转上柜了 然后呢 大陆的药证呢 可能很快就过了 不知道 因为拖太久 对不对 还有可能美国的授权等等 那你说呢 是不是 这个空单也很多啦 会不会嘎到天上去 会不会嘎到天上去 我们就等着看嘛 对不对 放空的都被嘎死了啦 现在很多投资人都想放空 我知道啦 对不对 你看很多节目的留言 每个都说 不是要空吗 你也帮帮忙 台积电都跌到这样了 你还要空 你到底懂不懂产业 对不对 随便一个死猫跳 都把你嘎到天上去 那万一回升了呢 那就更倒霉了 你空单就更倒霉 所以趁着股价低档你不买 你要去放空 低档放空就是口袋空空 无量放空就是口袋空空 这是股市里面不变的道理 对不对 对不对 当大家都说好的时候 每个都想航运股200多块的时候 面板30几块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驱动IC300多块的时候 每个都在讲的时候 我说那边就是危险 是不是 连电60几块的时候 那边是不是危险 是不是要卖 这边跌下来连电40几块 你卖个头 我说至少先等反弹 你再来卖 对不对 我讲的都没错 都一一的验证 所以同样的 我们就看老大怎么玩 这边反正能压也没几天了 能压也没几天了 你说真的 要买股票买在小时候 买在低档便宜的时候 对不对 我说3527聚集都160块 这个三十几块 这个长线的底部去 你说它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倍数的利润 那甚至你说小汉雷 我可以告诉你 它的技术能力真的比汉雷更好 那股价很便宜 对不对 来到这边就一倍以上了 来到这边去年的高点就一倍以上 这绝对才能让你翻身 这是实实在在的 人家是真的做股票做产业的公司 你要买的是真正能够做产业的公司 就像你说台积电 对不对 很简单啊 你这几十年来 你买在低档的 你真的是赚翻了 就像我这个同学 可爱的女生 我们班唯一的女生 唯一的女生 他从华邦店退下来之后 就干嘛 他就把他的退休金拿去买台积电 他也没在工作啊 不用工作 他就把退休金拿去买台积电 我不知道他买多少钱 但是赚好几倍 一定有 所以他也没在工作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也认同台积电 他从半导体出来 他从清大毕业之后 研究所毕业之后 就要印财 然后被挖到华邦店 华邦店就要裁员 因为觉得他们年纪比较大 薪水比较高 交加可能成本也控制得满厉害 就把他们裁掉 当然给他们一笔钱 他就把钱拿去买台积电 你看他自己都不用工作 这十几年以 他应该退了十几年吧 也都不用工作 为什么 因为有台积电 买在小时候 台积电有天天跟你讲他们公司很好吗 他们接到什么大单吗 没有啊 都是市场在船 台积电接到什么大单 他都否认 对不对 这就是好公司嘛 真正有技术能力 我常讲你真正要买一个有能力 有技术能力 不断在前进的公司 小时候 等它爆发了 你绝对是削翻了 对不对 你相信这个产业会成长 你就一定赢了 你说怎么马上喷喷喷 不一定 没有天天那么好过年的 你说像新生地 喷喷喷喷喷喷 326这样 创新高等等 没有说那么好过年 但是问题是你只要知道你买的 它未来会很凶 未来会很好 未来的业绩会吓死人 是未来的世界需要的东西 对不对 电动车 高阶的AI的人工智慧的半导体 晶片相关的制程等等 你绝对能够赚到很大的钱 我想我今天讲这么久 就是勉励各位 这些大盘涨200多点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跌了2000多点 涨200多点 没什么了不起 但重点是你要抓住这个低档的机会 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 有些是反弹 对不对 你说联电 我还是劝你反弹上来还是要卖 你说 有些反弹上来你都是要卖的 去年炒得太凶的股票 有些真的没有料的 你反弹上来你也是要卖 我还是老话一句 你真的要买的是 现在没有 未来可能会很好的公司 股价还在低 好吧 那大家一起勉励 有兴趣的 不管是小汉磊也好 汉磊第二也好 或者说新胜利第二也好 这个都是倍数利润的股票 股价还在低档 有兴趣的 利用588的专案 加入我们的行业 也祝各位超市民专案钱 明天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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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